好,那么今天给大家稍微讲一讲我们这个佛法里面讲的武力,五种力量 人有五种力量,可以帮助自己,帮助自己修成 因为有这种武力,你这个人会自己生成一种,我们说信根 就是善根,有信心的那种善缘的,相信的根,就是我们叫做佛根 那个武力就是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会力 实际上信力呢,这个是比较,每一个学佛人都必须要懂的 如果你不相信,你对佛法是三宝不相信 你说你怎么能修心,因为他这个有信力的人呢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当你相信这个佛法之后呢 你这个能破一切疑惑了 过去比方说我们不相信佛法的人 我们身体上,意念当中有很多疑惑 很多疑惑就想不通了 为什么他这么坏,还这么有钱 为什么,我不行,我不信 然后就是冒风险了,做坏事了 然后呢,就制造一些给自己不好的障碍了 这因为迷惑所致,那信力呢 是因为你相信之后,你的信根增加了 你就不会被人间的五一六成所迷惑 这信力很重要 精进力呢,那就是我们说修一切善 断一切恶的,很重要的一个增上缘 你想想看你精进的努力的人 精进总是好的咯,对不对啊 但是很多人呢,不知道精进 比方说你少睡觉,多念经 少睡觉,多学佛 你总是在往善的方面在走 在增上,望上 那么你拼命的做好事的人 是不是说,静静啊 你想想看你做了好事之后 你还会做恶事吗 你说这个人整天做善事的人 还会做恶事吗 那么有什么好处呢 能破除身心的懈怠 很多人呢,懈怠 懈怠们就是说懒惰了 你说现在人懒惰不懒惰 但是想一想就知道了 人非常懒惰 念力 念力是什么 念力呢,就是意念了 意念 好的 意念 这个能增上 精进的话 能够破除一切妄念 和不善之念 大家知道什么叫不善之念吗 就是不善良的念头 都会没用 你就会成就出世离苦的 正念功德 你们知道什么叫正念功德 真心正念的功德很大呀 你修了半天 你虽然修了 但是你自己念头不正 你想想看 你怎么会有功德 你做每件事情 你都有自己的目的 你说每一句话都带着私心 这就是 邪妄之念了 所以这个念力呢 要正念 所以以后师父 台长问你们 拿五个力 信力 有信心 精进力 精进的努力 意念 念力 那么还有一个定力 定力 定力是什么呢 定力呢 就是你能够 禅定 你能够明白 这世界上的一切 你才会有定力 你知道 五一六成对人的影响 你会破除 欲望 烦恼 你就会有禅定 解脱 所以定力 为什么有些人学佛 学了这么多年了 不管 发生了什么 思维上 家庭上 或者社会上的一些问题 他为什么都能够 定得下来 他一直这么好好念经 修行 什么烦恼都没有 他解脱了 为什么 他依靠的 他都是定力 那么戒定慧 定后面是什么呢 就是个慧 那么智慧 智慧实际上就是慧根 你的慧根好了 你这个人就有智慧了 所以呢 如果你有智慧的话 你就能消除啊 这个 见私货 见货和私货 实际上 见货和私货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破除的 我们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迷惑了 我们就得解脱啊 那么增加 会力 增加智慧 增大阿罗汉国 会学佛人啊 真正能够学得好的人啊 所以排除一切业障啊 实际上 他这种修行的力量 就是帮助你增长这个学佛的智慧啊 所以佛法上讲佛法炉海 信者能炉啊 自者能度啊 对不对啊 你说 这个佛法 你相信的人 你才能进入这个佛法呀 你说你现在不相信 谁会去 谁去去来拜佛啊 来念经啊 那么这个人虽然还没信佛 但是他有智慧啊 你也能度到他 啊 所以 要真正正信正念 啊 对不对啊 不要混淆社会上的一些事情 对佛教呢 要爱如争宝 爱如争宝 念念不忘 不要生起各种各样的 其他的念头 一定要懂得 怎么样来帮助自己 啊 怎么样来帮助自己 兼顾自己的力量 啊 就是佛性了 那么有五种力量 那么请大家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 请大家记住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学佛当中的 五种力量 啊 五种力量 其实力量呢 来自于你的正心正念 啊 其实每一个都有关系 啊 所以我们说三规五戒了 五戒八戒十戒了 对不对啊 啊 这些东西都是让你精进的一种力量 啊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啊 拥有智慧 实际上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要有力量 要有力量 今天呢 跟大家讲的这个五力呢 实际上呢 是这个 啊 很多人呢 是佛教的用语了 佛教的用语 这五种力量啊 它是一种 精神上 啊 精神上 是一种能够超脱 啊 繁城的 啊 那种 力量 啊 你想想看 定力是不是内心的 晦力是不是内心的 念力是不是 精进力啊 心力 全部都是内心的 啊 所以你想 永修善法 就永远修这个 佛法 这个叫善法 你必须增长会利啊 啊 对不对啊 你懂得 四圣地啊 苦极灭道啊 所以你就会慢慢懂得这些 所以我们 学佛人 啊 学了之后 就慢慢用到生活当中去 比方说不懒惰啦 啊 精进努力啦 对菩萨有信心啦 生起无上信心 对不对啊 对这个世界 懂得 啊 非空非有啦 啊 啊 对 所有的人间的一切 烦恼啦 不能 所 束缚 你的身心 啊 不能束缚 你的身心 你就破除了 啊 身心上的一些 啊 烦恼 所以 希望大家呢 要懂得 进行 啊 跟精进力 跟念力 听力 会力 其实它就相辅相成的了 啊 实际上有了信心的力量 你就会努力 精进 精进了之后呢 你会慢慢的思考 啊 然后思考之后呢 产生定力 定力之后呢 产生智慧 所以这个武力啊 它全部都是 啊 连续在一起的 希望大家好好学 希望大家能够懂得 佛法的根真谛 啊 菩萨 这个智慧呢 是无边无际的 好 下次我们继续 跟大家播讲 dinosaur 他在 Clo 中文文文 willen 成灵 那樣架 让我